早晨,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早我们由太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进文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朱sir,今个星期大使是什么接触? 我们只是说在港股整体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守到万六段这样的水平 然后可以稍微谷高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过多4-5天 就叫做明义上月尾了 到月尾的时候,如果都偏淡的话 就可能会有最低的维修 希望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 至于美股方面,数据差不多 差不多今个月要公布这些公布了 PPI或CPI那些 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亮点 因为大家要留意 一到1月底左右 就开始重播企业又公布业绩了 你知道其实他们的业绩是四季度 上市公司又多 公布每个月都有公司公布业绩 随着大银行公布业绩之后 其实是紧接很多公司会公布的 到时无论是最渣沽里面 部署就有多了很多机会 观众朋友,如果你们看完美国银行业绩 都有问题想问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AETF 在聊天室里面说下礼价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 各别发展的道指要先升后悔 美国生产物价下降 债息回落 三大指数都是高开的 不过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风险升温 加上美国多家银行公布业绩之后表现参差 道指中段一度跌超过200点 收市跌幅收到118点 收报37592点跌0.3% 标指向上 微升3点收市 4783点收市 纳指未升2点 收报14972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要跌1.4%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法国和德国股市都升超过1% 全个星期计算 道指升0.3% 标指升1.8% 纳指跑赢大市升3% 另外红海军事冲突恶化 布兰特旗游一度升4% 收市升幅收窄 比特币现货ETF上星期四面势 比特币星期五急回8% 去到42,000美元水平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普遍是个别发展的 Meta向上升超过1% Google和苹果靠稳 Tesla德国厂房受到供应干扰 而暂停生产 同时调低中国部分车型售价 股价收市要跌3% 整个星期计累计跌7% 微软股价升1% 市值升到28,900亿元 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NVIDIA跌不足1% 收报547.1美元 以预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网易比港股上日收市高出超过1% 百度美股跌7% 折合比本港收市低超过6% 友邦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超过0.7% 汇洪贺有稳的比亚迪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一起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继续向上 再度升到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早开始升到0.2% 升到85点 35,662点 首议综合指数升到6点 升到普通股指数未升不足1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要向下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是升到71点 恒指达到16,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朱sir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上星期五美国公布了PPI数据 CPI是4公布 我们先说星期五公布PPI 安年升到1% 市场原本预期升到1.3% 即是按年的升幅是低过市场预期的 按月计算跌0.1% 连续三个月向下 亦是低过市场预期 上升0.1%的预测 核心PPI 无论按年和按月 都是比市场预期的 不过星期四公布的CPI 就有回升的迹象 整体CPI 按年升到3.4% 按月上升到0.3% 两个数据都是高过市场预期 按年的升幅更是去到3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星期五PPI公布之后 债息回落到4厘以下 Fatwatch的数据看到 市场预期3月启动减息的机率 其实现在是超过7成的 比起公布PPI前的6.4%左右 就再高出了10%左右 朱sir你判断 第一就是3月减息是否势在必行呢? 减息加上美国今年是大选年 对美股的走势是否持续看好呢? 首先在减息的结论 因为被加息周期都困扰了很久 我们说减息基本上最好的时机 我自己觉得也是3月 有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经济上升 例如说在CPI的角度 你现在的CPI虽然是最新的数据 比市场的预期高 你发觉不但纳市是那一刻 震一震之后没有暴跌 而且你看到是更直接与息率 或者是敏感性相关的 因为股市还可以一两天 是逼你的走势 另外就是相关的 是十年期过债 其实你看到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债息是没有抽升的 你看到杜华座是特别公布完PPI之后 你看到息率又回落 3.9厘或以下左右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的CPI就算是核心CPI的角度 其实你已经跌穿了4厘 你去到3.9厘 但现在联邦利率是5.25厘 其实是令到息率 如果万一你长期高于CPI 或者是核心CPI的话 其实这个是有过度紧缩之言 过度紧缩的初段 可能还没有什么毒性发作 但是当你去到不断 我当看不到你 你不断继续逼向后拖的话 那就会形成什么呢 就是三个字 就是市场最恐惧的 就是所谓硬着陆 就是所谓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我会觉得 虽然有部分的数据 可能会有零星的反弹 但是我们总括几个最核心的论调 第一 你现在联邦利率是高于CPI 已经是一段了 而第二 亦都这么直观 就是说其实 美国在第三季度的GDP的增长是高的 但是你去到往后 其实GDP因为有高基数的关系 应该会同比收窄很多的了 甚至可能GDP和比较升幅会缩到 可能是2%以下 或者甚至只有1.多% 那你就直接想想 其实很多时候 当经济去到GDP 是去到再坏增长的时候 你想想当年联邦利率是只有几厘 是只有1厘 或者是几厘以下 如果你现在GDP开始是缩窄了 是升幅1.多以至到最后 去到1厘以下的时候 那你和是 其实去到衰退已经是边缘了 衰退一向就是说 电轴是两个季度是负增长 或者是1厘增长 其实你贴近这些数据 在车边 还是你的利率还是5厘以下的 那你就问一下 那是否适合 那变了我觉得 不需要是受到 所以你看到也不是说 我劝诫大家不需要 而是你看到市场自己 近期面临了稍微是高一点的CPI 或者稍微是高一点的飞龙 你看到市场都是坐着的 那是十年期的国债 但是你坐一坐完之后 你看到其实它的反应 是更加可能指向了 那个减息的华元是更加高的 那我想解构的原因是这样的 那最后一句就是 其实我觉得 在减息里面 我始终觉得最好的时机 理论上应该是三月的 那一来也是符合了市场 现在利率期货的所谓的预期 那第二就是说 你要明白在一个时间里面 刚好巧合地 例如你三月还不搞这个行为的话 四月没得给你搞的 是 因为三月 你错过了这个时机之后 你下一个是明以上的 正式减息的时机 是去到五月的 因为当中四月中间 是没有这个议席会议的 就是要减息的 其实当时的市场 一定是风声渴吏 你才这样做而已 那变成就是说 你其实要求联储局 不要突然间 是说中间四月减息 就是代表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三月又不减息的话 那你拖到两个月后 又是我这样说了 就变成是有过度紧缩的风险 会进一步加大了 那最后就是说 亦都转到一个为作结 其实联储局 在今次的角度 是说在整个加息的进程 的开放 坦白说 平心议论 已经做得相当之差了 因为在当年 是乌俄战争的初段 或者是未发生之前 他其实老实说 是以事后计的角度 就应该早点加息 那他只是拖持了两三个月 这么大把 那息率已经被他夹到最厉害 那时是夹到下去 即是说是CVI 已经夹到9%了 所以你会发觉 迟几个月那些东西就没有了 这个整个事也不错 那最后就劝勉 即是说 即是说 或者是一个转发 就是联储局 即是说 你开放也做得不好 你不是玩首尾呼应 是吗 死亡才是首尾呼应 是 你做错自成 你开放也做错 你尾段也做错 你会被人骂的 你到时的位置坐不下的 是 这个就是整体的情况 是的 或者这样说 你也预计三月会减息 和现在市场预期差不多 但情况就是 现在的炒 也算是上年年底 在跌一跌之后 其实也有一个 今年至今 亦真的做得不错 真的说 去到减息的时候 你觉得是说 继续能够在高位横行 还是说 都会有一个 cell infect的情况 我觉得 那个cell infect 可能会有 少少声音效 也不奇怪 这个也是建基于 是 究竟你宣布正式减息 那一刻 其实的index是多少点 是 点数是多少 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这个我不是想说废话 其实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你要明白 有时候 点数一去到相对是过低的时候 老实说 它加减平 它都不管了 是 在这个组织里面 其实美国 其实是很着重的 是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香港 我觉得现在反而香港 是不着重的 因为组织是 是极低 你都不升的 是 所以现在不要说 有些人 误解西方的角度 又觉得它好像 龙虎乱舞 或者乱离 其实你千万 我觉得 你最好不要有这个想法 究竟哪个市场是龙虎乱舞 你自己是心肢肚明 这个OK 那以我加入美股 这么多年的经验 其实美股是 绝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它是有 对于Federation 它始终都是着重的 这个OK 它只有很少部分的时间 即是十几二十%的机会 是借事情 over suit 向上 或over suit 向下 那就回应问题 是会不会有self effect 我觉得 如果万一 是在3月 是说正式 如果真的减息之前的 Eat Estet 已经是顺利突破了15000 又去到一个新的台阶 向上进发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你浪得是太高了 或者有点像Bitcoin 近日 就是很完美的 Buy in rumor Sale in fact 或Sale in rumor Buy on fact 那就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当然了 指数不仅又不像Bitcoin 这个是这么高的 Beta值的一个标的物 就变成Sale in fact 那个所谓的向下动能 应该不是太强的 还有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句 其实近日 你看到在股份里面 就算纳资是相对比较偏强 还是你发现它不是每一只都向上升的 比如Tesla向下跌 Tesla偷了在这里 英伟达过度强势之类之类 你看到每一只股票都有自己的股票 所以亦都是 再加上息而逢 息逢其事就是 随着银行股公务业者 或者今星期尾 TSM是打头阵公务业者 是暗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美股的业绩潮又来过 我们就说在股份里面 除了受到Lesdaq 也有一定的影响之外 它个别的公司它自己的股票 或者它的业绩 Forecast的业绩行不行 前景是怎样 其实也会更加影响股份自身的股价 所以多看过股 就不要太过Consider的纳资 除非它夹得太高 好啊